可以一整盆都给我吗 吃了 吃了完就一整盆都下了吧 今天老板第一天开业 我要给他好好上一个 顺便给他们店的员工 开个眼界 嗨各位 你们好多人私信 我说想看我去吃自助 这不是分分钟 就可以安排的事情吗 正好父亲开了一家 这样大股的自助 今天就去给老板上一课 Let's go 一进了我就看到 这个两个大小伙 这应该是我们这一大人 这样的回忆吧 赶紧上了 我跟你们讲 吃自助一定要离取餐台近一点 这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 趁现在这个大股豆还没有上 我们先去取一点小吃 先取一点竹火锅的这些食材 还有各种丸子呀 还有各种蔬菜 那里有我最爱的西瓜 竹火锅油条肯定是必备的呀 再来点丸子 哎呦感觉这盘子小了 有点现实我发挥呀 哇哦这里还有大肌腿呀 哇哦 还有包子耶 哇哦这里还有这么多小零食耶 拿两包变变素 再来拿几瓶饮料吧 哇这是我梦寐里愁的冰箱 去冰箱的饮料 来停这个 哇哦 竟然还有酸酸鱼 这是我第一次 在大股自助里吃到酸菜鱼 今天时间我就等到吃完之后再吃吧 一般饭和甜点 哎呦我还看到罗罗翠冰冰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拿完菜我的大股头也上了 真的是满满一大盆啊 太满足了 哎呦 先吃一个小笼包跟鸡腿 嗯 感觉这个地区羹肉好多啊 我感觉就这些小食 就可以把这个票价吃回来 尝一个这个酸菜鱼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股头自助的店里面吃到酸菜鱼 可以通常用这些黑鱼 特别喜欢一件的 这是黑鱼 哇 这个酸菜鱼不比我年卖的差也 好吃一堆酸菜鱼 鱼肉好嫩 哎呦 而且每一片鱼都是超大片 接下来来干正事的 吃大股 哇 他们家大股 他们家大股给的好大费量 而且这家店老板好好 所以今天他们是新菜野 所以他就一盘里面牛股跟猪股都给我放了一点 让我先尝尝 那个味道好 然后到时候就给我上每个 他这个骨头已经炖了好入味了 这个一扯就扯下来了 这个筋这边 这个肉再来乘一个牛骨 他这个牛骨都炖的好烂 好入味 我跟他那样子以为说就会特别的柴特别的干 我看他那样子以为说就会特别的柴特别的干 我看他那样子以为说就会特别的柴特别的干 我看他这两个骨头都好好吃 每一块骨头是链肉都超多的 我现在把骨头都捞出来 然后我要开始煮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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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还能让他们再加点骨头 你好帮我再加点骨头 今天老板一天开业 我要给他老好上一颗 顺便给他们订了员工开个眼界 还一整盆都给我吗 吃了 吃了完就一整盆都下了 吃了完就一整盆都下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活用 他每一块猪果都给的超大的 我吃猪果就是最喜欢吃 它上面这一层肥肥的 确实你5分猪果比我还是更爱吃猪果 就更加的肥 然后更加的 反正我觉得就更加的香 而且还可以吸骨肥 它每一根骨头里面的这个骨头都超多 我现在已经吃了这么多骨头了 但是我今天能吃鸡膛骨头 不过我跟你说 你们来吃这种骨头 这种玩具还是竟然好吃一点 因为毕竟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种胃口 怎么可能不加呢 是不是 连蛋饱都还没有呢 你整盘都下了 我本身比较低一点 真的又每一块都好多好多肉 真的觉得肉是爱好的 真的是连蛋饱的幸福很棒 我已经装买这一盘骨头了 我做了这一盘 换个盘子继续沾购 我已经把人家吓到了 你现在不问我吃得完吗 我感觉小豆哥最后那感觉开心开心吃了开心是流着泪来说的 最后一块 我今天算是狠狠地给老板上了一刻吧 估计老板因为心里都流泪了 最后再吃点饭后水果 你们吃完好甜了 今天吃肉真的是吃爽了 这可能是我近短时间里来吃肉吃的最爽的一次 好了今天这套课我们就射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带着你们去给自助老板上课 下课拜拜 嗨各位众所周知 我前段时间在东北 我回来之后呢 就是对东北的那个麻辣烫啊 念念不忘 尤其是特别馋他们那个年糊麻辣烫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所以今天我要自制东北年糊麻辣烫 走整活开干 首先咱们就是要准备好食材 食材呢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汤不浪当 茶都可以放进来 叶锅倒油 放入火锅底料翻炒 加入豆瓣酱草 加入生命资源 加生抽 桃油 少许白糖 盖盖煮到咕噜咕噜 煮到咕噜咕噜后 先加补一酥的食材 把粉粘煮完之后 为了防止它浆锅 先把它们捞出来 然后再把一些容易熟的蔬菜放进去 最后把这些蔬菜盛出来 加点汤 汤一定要少点 不演就不粘糊了 这个粘糊麻辣烫啊 芝麻酱一定要多放多放 再多放 芝麻酱多是它的关键 搅啊搅 不停地搅这 很锻炼手臂机幼 搅成这样子那就可以了 倒在煮好的麻辣烫上 一定要多多的 还可以加点辣也 这个辣椒又特别香 我都已经吃完这么一瓶了 它是香而不辣的那种 那等我的老式 粘糊麻辣烫做好了 哇 天哪 看着它有食欲了 哇 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了 哇 来 给你们看一眼 跟我在东北吃到的 没什么差别 真的 我感觉我可以去摆摊位了 我真的好佩服我自己 第一次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我真的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厨房小天才 我压长有点竹老了 那么今天喝的是这个 蒸蒸 这是一个荔枝味的汽水 这个也是我上次去沈阳 然后就是被种草的一款饮料 好喝 完了 蹦 衣服上了 看我这点吃饭就特别费衣服 你们说 像我这种心灵手巧 上得天堂又下得厨房的女子 为啥就单身那么多年呢 我盲猜一下评论区肯定很多人说 因为都被你的大胃给吓走了呀 真的 越吃到底下越香 因为它越吃到底下 它的麻将就越多 我实话不瞒你们说 我上次从沈阳回来 就是我超爱吃东北的那个粉条 就是我们叫所称的那个红薯粉 但是我感觉东北的那个粉条 又跟我们这的红薯粉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上次从沈阳回来之后 我带了半个行李箱的粉条回来 所以导致我行李箱超重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是出去旅游 回来的行李箱肯定永远都是超重的 吃完了 真的我真的是今天又是被自己厨艺所折服的一天 真的建议你们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做这个麻辣汤 真的很好吃而且又简单 就算你是厨房小白你也绝对可以做出一碗超级优秀的年糊麻辣汤 对了你们做完之后记得 按我收作业哦 好了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Bye